陳水平講這個話 當然是為他所扶持的一個小綠政黨在講話 所以打李婉立牌 打說閩南人經常比較能夠接受的觀念 就是說有一個有錢的人 不可以把整個飯碗都端去吃 至少要分一點給人家吃 這個觀念對綠營來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民進黨不要把所有的立法機構的席事都占走 你也分個幾席給我們這些小綠的政黨 就說得通的 所以這個整個狀況來講 讓選民覺得說 行政機構已經被民進黨整管捧走了 現在立法機構又被民進黨整管捧走了 整個所有的機構都被你整管捧走了 那沒有分點給別人是一個不合情理的 用閩南人來講就是壓霸 就是你實在太惡霸了這種觀念 那陳水平在訴求 這個是一個有利的訴求 更重要一點就是什麼 他鎖定是民進黨裡面最大的派系 新潮流派系 因為的確新潮流派系的實際上的指揮官就是陳菊 那底下的包括了桃園市的市長鄭文燦 或者現在的副首的這個候選人賴清德 還有包括有很多很多的立法機構的民意代表 他是最大的派系 所以如果民進黨這一次就又在行政機構 又在立法機構都獲勝的話 也就代表新潮流系 民進黨新潮流系控制的整個民進黨 由民進黨來控制整個台灣島 他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陳水平知道 他一直想要從蔡英文那邊取得特色 讓他抿除所有的罪行 又可以把錢拿回來 這個過程裡面最大的阻擋力量就是新潮流系 所以他無所不用其極的 想要把新潮流系的人馬拉下來 無奈何他的力量有限 所以就扶持一個新的小綠政黨 希望能夠攻破這個缺口